原标题 他们分别是弗罗西洛夫,前排左二,布尤克尔,后排左二,普哈切夫斯基,前排左一,布琼尼,后排左一,叶格罗夫,前排左三,虽然这五位原帅战功卓著,但他们后来的命运却大相径庭,有的人成了政坛不倒崩,有的人退居二线,还有的人却死于非命,下场凄惨, 左起第二位是叶格罗夫,第三位弗罗西洛夫,第四位胡哈切夫斯基,克里门特叶弗列莫为奇弗罗西洛夫,弗罗西洛夫是一位扑具争议的人物,不可否认他战功卓著,但是在1936年到1938年运动中,他积极协助斯大林,处置俗军高级将领,因此饱受争议,二战爆发后, 弗罗西洛夫表现不佳,一度被降职,使用,二战后,他的仕途很顺利,一度担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,1969年12月,弗罗西洛夫定是中年88岁, 米哈伊尔尼古拉列维奇图哈切夫斯基,他不仅是一位优秀的将领,还是一位天才的战略家,军事理论家,被誉为红色拿破仑,他提出了著名的大纵深作战理论, 在二战期间,苏联正是以大纵深作战理论,为指导,才击败纳粹的活的,1937年6月11日,弗哈切夫斯基元帅,以及一些将领被枪决, 理由是,他们是外国的走狗,卑鄙无耻的叛徒,瓦西里康斯坦丁诺维奇布柳克尔,他曾担任国明革命军军事总部闻,参与制定北伐战争的作战计划,人称加伦将军,1938年的张古峰战役,他率领远东红军挫败日本侵略军,这也成为他人生最后一战,之后布柳克尔被秘密逮捕, 招到严刑好打,据他的妻子说,他看起来好,像被坦克碾压过似的,1938年11月,布柳赫尔被秘密处决, 亚历山大伊利奇叶格罗夫,1939年2月,苏联内务部门,来到叶格罗夫的办公室,准备对其进行逮捕, 叶格罗夫明白,死去必死无疑,但他不想死得那么窝囊,叶格罗夫于是掏出手枪,与苏联内务部门的工作人员发生冲突, 在枪战过程中,他打死一名特工后,之后重弹身亡,谢苗米哈伊洛维奇布雄尼, 他出身戈萨克骑兵,曾参加国日俄战争,一战,苏俄内战,二战等四场大规模战争, 布雄尼率领的骑兵作战勇敢,是战场的一柄利刃, 但是到了二战时期,其军事思想落后,仍然主张重用骑兵,来对抗德国装甲部队, 自此退出军事第一写,1973年,布雄尼病逝,享年九十岁,承邀有志之士投稿,原创或推荐好文章, 我们将第一时间发布您的内容,邮箱10700701 atqq.com声明, 本门来源于网络,版权归原作者所有,如有心权请告知删除, 我们对文中观点保持中立,请供参考文中图片均来源于网络,返回搜狐,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